人空氣爆到後外套毛衣包緊緊 像這樣濕濕冷冷的感覺得要好好珍惜 因為隨著氣候變遷 台灣的冬天可能會更稀有 大家有感受到嗎 現在夏天高溫的天數是越來越多 而冬天低溫天數是越來越少 而這樣的狀況恐怕會變嚴重 因為根據台版的氣候變遷報告 以未來高溫的極端氣候來推估的話 設施36度以上的高溫天數 可能會增加48天 而未來整個夏天的長度 會增加到210天 而冬天可能會變成零 主要就是因為台灣冬天的感受 可能會越來越薄弱 由中研院主持集結氣象局科技部 台事大的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團隊 公布直播性數據 台灣正面臨惡劣環境變遷 現在的這個冬天也只剩下70天而已 那夏天也到120天左右了 如果跟那30年比的話 暖化最厲害的情況呢 到了21世紀末的時候 夏季可能達到7個月 排放比較少的話 也可以達到5個月 到了本世紀末的時候 我們夏季會從4月到10月 最最高的情況呢 在冬季呢 它會在2060年就沒有冬季了 現在有一個理論是講說 氣候變遷會造成西風帶的減弱 就表示說冷空氣比較容易往南 暖空氣容易往北 反而在某些地方 冷空氣經過的地方會特別冷 暖空氣經過的地方會特別熱 等於就是說冷熱會越來越不均勻 氣候奏變已經迫在眉睫 尤其台灣來看 從過去的數據發現 1911年到2020年 這110年間 平定年平均氣溫上升 約攝氏1.6度 已經超越全球平均增溫的1.07度 除了增溫 報告也指出 21世紀中旬 年均最大一日暴雨強度 增加幅度為20% 而一年最大連續不降於天數 平均增加幅度為5.5% 現實乾季可能會增長 我們現在感受到了 可能是用水的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我們發現 雨季越來越集中 那我們的水庫容量也有限 所以要不就是下個千分大雨 要不就長時間不下雨 這對我們來講 這個挑戰相當大 根據數據顯示 夏季長度已經逐漸增加為120到150天 冬季則縮短 氣象局定義的高溫 也從設施35度 近年上調到36度 熱傷害情況加劇 而台灣少了濕冷的冬天 不是好事 因為年均溫升高 冬季農作物難以生長 民生用電用水 也都將出現 致災性的改變 像那個荔枝啊 什麼產量都很差 農業也不行 那個蜂蜜就減少 生態啊或者農作物呢 它需要夠冷 它才能夠有適當的成長 例如說 所謂的服裝的產業 就會面臨到很大的衝擊 冬裝都不用賣了 如果我們走到那一步的話 我們吃的穿的 甚至食衣住行 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格拉斯哥氣候峰會剛落幕 團團場外抗議 呼籲各國盡快達成 減碳協議的景象 還歷歷在目 代表台灣氣候聯盟出席 氣候峰會的秘書長彭啟明 也點出未來碳有價的市場 將是常態 所以未來呢 我們每做一件事情 例如說我們加個油 那個油的碳 配上多少 都會額外新增一個價碼 而且呢 這個是躲不掉的 所以未來呢 會很快的 我們會進入一個 碳定價 碳經濟的時代 就要來臨 我們消費一件事情 只要它有排碳 都有額外的成本 氣候改變 溫度升高 已經敲響警鐘 影響生活的範圍 可能超乎你我想像 簡能減碳 不再只是口號 減緩氣候變遷 沒有人是 局外人 TVBS新聞 華正仙 劉軍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或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